今天我们做一个我们家很喜欢吃的肉松芝士蛋糕 而且是吃得爆脏的 是不是听起来很好吃呢 超棒的蛋糕很软熟 你的组织很漂亮很面密 好吃吗? 好吃 对蛋糕的容器一定要抹干它 抹到它没有油没有水的状态 如果不稍微打蛋白会打不起来 我们需要用到3个鸡蛋 每一只鸡蛋大概是60克的 将蛋白和蛋黄分开 需要蛋白更加稳定 我们拿去冰箱到冰冻一下 冰冻即是要结冰 要将它冰到有点冰渣 沉冻蛋白我们来做蛋黄糊 40克的醇牛奶 35克的粟米油 将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到这个乳化的状态就像酸奶一样 牛奶和油搅到乳化的状态 但是我们放这个粉的时候 它才可以充分的融合一起 做蛋糕当然是用低筋面粉 加多45克的低筋面粉 以及10克的粟米淀粉 用滑热的手法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它的状态是这样的 比较浓稠的 我们再将鸡蛋黄交回来 再将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尽量不要滑圈圈去搅拌 滑圈圈很容易皮筋的 我们做蛋糕不会被它起筋 皮筋会发不起身的 搅拌好之后的蛋黄糊是一个很顺滑的状态 蛋黄糊我们放在一边 准备一些配料 我们会用到少少葱和午餐肉 这个午餐肉是烤面包很好吃的 葱就切成葱花就行了 午餐肉就切成粒 切到这么小就行了 打蛋白之前预议一下烤箱 用160度来预议 蛋白已经冲到有少少冰渣 我们加少少柠檬汁去 这样可以提高它的稳定性 如果你没有柠檬汁放白醋也可以 打蛋白是需要放白砂糖的 因为我们这个量比较小至有6寸 我们就不需要分三次去加 一次加下去就可以了 一次过将30克的白砂糖加下去 视频的最后我会将所有配備打出来 你们记得去截图保存 打蛋器我们直接用高速去打 打蛋白时我们的打蛋器 尽量不要烤到打蛋盘 这样会产生热量 我们要让它维持一个低温的状态 用高速将蛋白打到有明显的纹路 而且开始有光亮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搞细档 这样可以将里面的大气泡搞出来 让我们的蛋白更加细腻一点 打好的蛋白是有一个很光亮的状态 而且是很细腻的 打蛋头有一个倒三角的尖尖 它比较硬身 动它也不会跌的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我们将蛋白打发到位 到时候敲出来就不会塌腰的情况出现 先将三分之一的蛋白放入蛋黄户里 我们刷热这样来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将蛋白打到位 它不会那么容易消泡 用炸弹气搅匀之后 我们还要用刮刀抄底去搅拌 这样会更均匀 再将搅拌均匀的蛋黄户倒入蛋白 这样分次来搅拌 它会更加容易溶合 同样的手法 先用炸弹气来抽一抽它 刷热的手法这样把它搅拌均匀 再用刮刀抄底翻半均匀 这是一个翻半的手法 千万不要画圈圈 画圈圈就容易消泡 我们的蛋黄户搅拌均匀的状态是这样很细腻的 我们拿高一些 将蛋黄户倒入去 倒一半就可以了 拿高一些来倒 可以烧一烧入面的大气泡 在中间加一些肉鬆 再加一些不搅肉粒 有条件还可以加一些芝士片 没有也可以不加的 加完芝士片 我们就加一些沙拉酱 这个是香甜沙拉酱 这个是我们蛋黄爆漿的关键 可以加多一点 再将另外这一半蛋黄户都倒下去 一定要举高一点来倒 这样可以烧一烧入面的气泡 现在就不要震它了 这样把它铺平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震它 它里面有些芝士 它有重量会被你炖到落底 再加一些葱 加多一点 还有午餐肉都加进去 当然不少肉鬆 最后再舌一层沙拉酱 OK可以拿去烤了 预热好的烤箱 我们放去最底一层 然后用160度烤50分钟 大家要根据自己烤箱的脾气温度 选择150-160度之间 因为我的烤箱温度是偏低一点 所以我用了160度 因为我们的蛋黄烤出来会高过模具 所以我们需要浪距一个量网 就这样支四条筷子上去就可以了 搞定 我们出烤之后一定要炖一炖 把里面的热气炖出来 炖2-3下 哇 肉鬆好浪 现在就可以倒扣来摊冻它了 摊冻了才可以脱舞 完全摊冻了 好 我们就可以来脱舞了 我们脱舞的时候 旁边这样按一下 把它按松之后 就可以在底部这样拿起来 你看我们的蛋糕是不会抬腰的 好漂亮 哇 多绵滑 好软熟 自己做的蛋糕真的很香很香 里面爆脹的 直接这样撕开来吃 哇 超正的 好软熟的蛋糕 我们的蛋糕做得漂亮 怎么按一下都会反弹的 吃起来香得来又不会干凉 里面还有很多芝士和沙拉酱 吃起来就很香了 哇 看到浪浪水了 做早餐一流 快点给女士试试 你要哪个 要 这个大 要大的 妈妈做的 对呀 妈妈做的 妈妈好吃 多吃点 好吃 妈妈做的好多好吃 好多好吃 嗯 嗯 好多吃 我们就是 我们的 scriptures 吃 嘛